各位汽車線上的讀者大家好 我們今天所試駕來參與的活動是Lensus的LS跟RX的F-Sport試駕活動 F-Sport其實它就是一個Lensus的一個賽車或者是跑車等級的一個象徵 最著名的可能就是LFA的千萬的性能超跑 F-Sport的外觀上它修改了一個仿錘型的水箱護照 以及車側葉子板上會有一個F-Sport的名牌 然後在外觀還有它的鋁圈升級為19吋的規格 以及前面的活篩改為6活篩對向6活篩卡鉗 至於F-Sport特試版它內裝其實它的改變幅度並不大 可能就多了一些F-Sport的名牌 金屬名牌像是方向盤下方就有一個F-Sport的名牌 然後另外像是一些車內的一些飾板 它會從原本的核桃木紋改成一些類碳纖維的飾板木紋 飾板紋啊 這樣對於車內也會增加它的年輕化 LSF-Sport它在引擎動力上分為兩個版本 一個是LS600H 一個是LS460 LS600H它使用了一顆V8的自然進氣引擎 加上電動馬達最大馬力為445匹 最大扭力為53公斤米 LS460也是搭載一個V8引擎 可是它就沒有電動馬達的加持 所以它最大馬力為387匹 而最大扭力為50公斤米 我們這次半天的體驗下來 其實LS在大龐灣會有一點綁手綁腳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LS它比較注重於豪華以及舒適感 所以其實它的方向盤會過於輕手 以及它的懸吊側傾會有點大 導致駕駛者無法繼續 就是有信心繼續踩下油門往前衝 可是如果你真的時候膽子夠大 你繼續踩下油門 其實LS它電子設備的介入之後 車子的動態表現其實會出乎我們想像 就是像如果車子當一些急彎的時候 車子已經推頭了 可是如果你油門繼續補下去 它透過了一些電子設備的介入 它的車頭會被拉回來 然後車尾會有點往外 來修正它該有的路線 其實它在F Sport的加持之下 不管是在性能或者是操控以及煞車上面 都有很大幅的提升 可是大幅的提升呢 還不至於讓LS車系可以成為一台 非常性能非常強大的豪華房車 所以我對於購買LS的F Sport版本的玩家 或者是消費者來講 F Sport的加持是可以增加許多 像是煞車上面它就增加了六活塞的卡鉗 所以在煞車上安全性上會有大大的提升 以及它的懸吊上 因為你本來購買它就不可能去跑一些急彎的山路 所以它的懸吊以及它的電子設備的提升之後 其實對安全上會有很大的提升以及保障 而在售價上面呢 LS F Sport的售價為428萬 而LS 600H F Sport售價為518萬 其實這兩個售價在 在LS原本的車系上面 是感覺是非常優惠啦 因為跟其他的 他們同車型其他車系比起來 F Sport版本反而價格會感覺非常的實惠 因為它不管是它在外觀或者是內裝 都增加了許多的配備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一些 想要開大型房車的客人 又想讓它有點熱血的氛圍的話 LS F Sport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F Sport 你好 高级见你 多少次RFA了? 多少次RFA? 4.5 多次RFA了? 你喜欢RFA吗? 好 好的 已经好了吗? 好 很棒的聲音 很棒的聲音 當然,你會知道我的輪胎是V10,是4.8V 4SPA是560V A ЛК 並行車 направ好 列車 空反 列車 空反 列車 車是非常便宜的 唯一 右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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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右 右 我可以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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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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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